行行好精品房車 试驾马斯达6年式小改款 这台马斯达6年式小改款新车 练成了一辆好看好开的行行好精品感房车 不过对这代马6而言 却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除了车头修饰的相当精致 HBC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功能的LED灯组显得9905神 大型化立体网状格栅花纹的水箱护罩也好看 车身是落落大方的运动体态 车尾搭载上LED高识别度尾灯组 还有不锈钢双排气尾管 目前只有2.0升汽油版 新马6的2.0升SKYACTIVE G引擎 最大马力跟之前一样是165P 峰值扭力稍微从21.4公斤米上升到21.7公斤米 但实际开起来 开车的人是很难察觉这EDD0.3公斤米扭力有什么改变 和柴油引擎相比 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温和优雅的美好 原有的六速手自排变速箱 设定反应不慢 也有SPRO的运动模式可切换 平均油耗每公升14.8公里 仪表是传统的三环形式 而非马自达惯用的非翼式 感觉偏向经典优雅feel 全车系标配有MRCC 主动车距控制巡航系统 按键安排在方向盘右侧盘幅上 可惜防车板没有规划换挡拨片 至于投影是全彩抬头显示器 旗舰进化型才有 中央资讯显示萤幕放大到8寸 能支援5种监看角度的360度环境影像系统 前控台总成材高质感的不反观几皮 旗舰进化型更搭载三段风量调整的 双前座导流式通风座椅 好,那现在我们来做做它的后座空间啦 头部空间是比较窄一点 鱼域啊,上面是比较窄一点 西部空间上呢 还算宽啊 新马六驾驶鱼运不错 行路跟操控质感兼具 只是未来这种中大型房车若不走精品化 很可能会被运动休旅等新虫取代了 不感动新闻 劝败指数4.5颗苹果 报道